这位开门的女子说 她是房子的租客 声称廖金顺已经不住在这儿了 至于廖金顺搬哪儿去了 她也不清楚 女子说自己是租的房子 却拿不出协议 法官让她出示身份证 也迟迟不拿 这是啥意思呢 就在此时 执行法官将申请执行人吴福元叫了过来 女子被认出来了 好像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不过吴福元说 这个陈秀香她可太熟悉了 陈秀香也是这个案件的被执行人之一 并且她就是廖金顺的妻子 而她才是片子开头提到的那个 真正的阿湘 这一家人用的都是一个套路啊 都是见到执行法官报个假身份 企图蒙混过关 结果呢 都被当场拆穿了